老师们好 我是凯奇 我这一次来想要做一个类似于 调色盘演员吧 就是希望可以尝试不一样的戏 你什么戏没拍过啊 我没有演过反拍吧 就是古装现在戏就是搞笑片呀 都有演过 现在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好 然后很陶瓷 哇哇 这会把你封死 因为今年年都40多 我觉得年龄只是一个号码 你抓得好 这个是你的优势 抓不好 它会忙死你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是 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要小心一点 这次绝对是一个最大的机会 可是如果你这个机会抓不好 我真心告诉你 你已经差不多了 请坐 下一位 老师们好 我叫李耀文 然后这一次综艺其实是我第一次演戏 然后想借此机会尝试一下演戏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节目 能够让我更自信一点 因为我对表演其实是没有那么自信的 不要常常提你自己没有自信 因为常常提我行 我很自信 这是一个心理的训练 对 他 我认识的 你认识的 但是我刚刚没认出来 我以为是一个很轻松的环境 但没想到我刚迈进去 第一步的时候 我看大家都很严肃的坐在那 然后台上站着儿童生导演和霍英宏老师 我就觉得哎 完蛋了 不 我觉得其实他们敢来其实蛮有勇气的 对啊 好 继续 老师们好 我是赵英子 我是想让大家是通过演技认识的我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证明我的演技 我觉得我一定要把握住 来到五线跳跃班 也是想和很多前辈老师们学习 怎么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员 两位老师好 我叫何宇 我以前不是科班出身 我是学建筑的 然后因为自个儿的热爱 还有就是机缘巧合吧 就是我是先做的歌手 然后再做的演员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当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来演戏 连很多歌手转型之后也很成功 我相信导师很早就看到我 但是可能觉得我确实是来晚了 所以就没想搭理这个迟到的孩子 然后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对 差不多吧 坐 到什么时候 一位老师 地医学咱们 对不起 老师 迟到了 没有理由也不找借口 迟到就是错了 抱歉 你先 先来这个位置上吧 抱歉 对 我说实在的你的sorry我不接受 因为你的迟到 你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sorry 我们俩7点20分就到了 我拍45年 我一天都没迟到 因为我要尊重我自己 人家才会尊重我 我62了 时间很宝贵 对吗 因为我对时间是很重视的 尤其是开工 你不可能看到我知道 是不可能的 好 介绍 老师好 我是演员范士奇 我也是歌手出道 然后演戏演了八年 来无线超越班 我希望可以尝试更多可能性的角色 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让大家知道范士奇非常热爱表演 你非常爱表演 你知道你长处在哪 我的长处是自信 我也没有经受过专业的训练 我也是一张白纸 所以我是一个感受力很强的演员 就算知道也要有自信 对不起 既然你们来参加这个班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规矩 有些制度的 好吧 我们有一个三不要 首先你不要把你个人的情绪 带到这里 然后第二呢 我是希望在这次 时间很紧迫的时候 希望你们不要顶撞到你 然后最后一点是 就强调一下 就是不要迟到 sorry 你大声sorry 你以为这个镜头剪出来 你就表露你自信 我现在告诉你 是没有借口的 我不需要听你这个sorry 其实那么简单 不能迟到的原因是 因为你马上把自己置于弱势的地方 现在我们像职场一样 你早到 你去跟我们谈的时候 你的位置就高一点 你迟到 你所有谈判就完蛋 我也试过把演员开掉 你把你开掉 我重拍就好了嘛 找一个另外演员演 那个感觉像 我不知道真是下一句要说什么 觉得导师们 都对时间观念非常严格 出影响非常的重要 就跟上学一样 你迟到了就是会被扣分的 心里面又挺处的 就感觉像看到班主任 那种感觉 我想告诉你们 我拍是45年了 你们当中都没有一个人年龄 有45岁 如果我真骂人的时候 千万不要介意 我愿意骂你们 其实真的是 我掏了我的心给你们 我想我送一把椅子给你们 我们早期拍戏 其实我们在现场导演是最大的 只有导演有导演凳子 像我这种年轻那么小的时候 我们是随便在一个脚啊 或者是一个道具啊 一个箱子啊 直到那个导演 他很喜欢你 你的表现非常好 他会叫道具 买一张椅子 写了你的名字 你可以坐在他旁边 对 所以我觉得送一把椅子给你们 是非常大的意义 希望你们在演艺里面 做得好好 做得稳稳 做在一线上面 现在没有名字 我希望在整个结束之后 我亲自把我想送的 那个人的名字提上去 希望你们以后 那个路走得顺顺谈谈 好吗 好 好 我们现在说一下简报 我们要翻拍七个 比较著名的IP嘛 然后呢 那个角色现在还没定 我们需要通过接下来的面试 再决定剧目的选决 那我们呢 会开放两个面试场 第一个呢 就是装